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两本书 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Umbeto Eco艾河的作品 一本就是《美的历史》 另一本就是《丑的历史》 为什么我和大家推介这两本书呢 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是适合不同程度的人士去看的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初阶的 但是你对这个《美丑丑》的观念有兴趣的人 你看这本书你可能会给它很大量的图片 的引界所吸引 而这些图片的引界很能够反映当时不同的历史上 其他人的对《美丑丑》的一些观念 你很直接就可以给它吸引到 如果你是一个进阶的一个读者的话 他除了这些图片很能够帮助你之外 也会有大量的第一手引文 这些第一手的引文很能够令到你知道 当时事实上那些人怎样看《美丑丑》的一些观念 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推介这本书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书写手法是用一种 我称之为概念史的一种书写手法 这种概念史的书写手法 和一般的美术史的书写手法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美术史的书写手法 在这种书写手法去写的时候 它的重点就再不是放在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形式 而是在普遍的历史场合里面 人对《美丑丑》这些观念的一些看法 然后它再回头 用一些艺术作品去引证它的说法 这种写法就很能够令到我们 我们不会只是困死于一种美术史 传统的一种书写手法 反过来我们会将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人类如何去理解美丑丑 这些观念上面 所以我在这里就很诚意地向你们推介 如果你有兴趣去想美丑丑的问题的时候 就看看这一本书 尾的历史和丑丑的历史